這位剪輯的表演都是人家的藍田書衣 所基盤的文書班、學生的表演 這個文書班的學生 由29歲到80歲都有 大家集會來到這裡 合適自己和自己的東西 我們藍田書院 我們有舉辦文史漢學班 已經有了十幾年的這種歷程 然後我們每年都有辦一次的成果展 我們文史漢學班裡面就有作詩 還有書法 還有國話 還有國樂 也有日文 所以每年我們都有舉辦那麼多的班資 主委表現這個文書班已經基盤很多年了 每年在那裡都會替他們基盤一個新國展 讓他們將互相的東西 展現出來給大家分享 我們一起啦 學員他們大家都很認真在學習 所以我們到學期要快結束前 我們就辦一次的成果展覽 成果展覽裡面我們就把它分為動態的 就是在現場那邊表演 有國樂組的國樂表演 有詩詞吟唱班的詩詞這個表演 他們不但是吟詩 還有動作 手勢 這是很特殊的一個班級 師姐覺得參加這個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最大的收穫就可以能夠肯定自己 可以表現自己 而且你又能夠抒發自己的群聚 除了前菜的表演以外 也有國外班和抒發班的作品電視 這是南道館建戶文化教 藝術家主聊館 這個電視為今天開始到今年的 十幾月31號 民眾都可以來一組藝術家主聊館 欣賞這位客官的作品 記者各位麥 柴鳳報道